阿弥陀佛 嗨,大家好,我是阿弥 今天的领悟 看了那么多 听了那么多 我觉得 我们做人 真的不需要太努力生活了 我们 只要 比平常性的生活 就够了 因为 无论你有多高的地位 无论你有多有钱 无论你有多富有 无论你有多美 无论你有多帅 无论你有多出名 我们大家的结局 都是一样的 我们最后 人生的结局 都是一样的 我们 只要 每天 好好地活着 不要做 没良心的事情 不要做坏的事情 不要做饿的事情 只要行善 做好的事情 就过了 我们真的 不需要 那么拼命 那么努力的 赚那么多钱了 因为 到最后 得到的 只是 也许 也许 你们和 失去 你们最重要的 就是健康 我们只要 有足够的钱 来用 来画 有足够的钱 来享受人生 有足够的钱 来买 生活用品 有足够的钱 来 修顺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 就足够了 看来 看去 最重要的 还是 我们 只要 每天早上 还能够起床 每天 还能够呼吸 每天 还能够 好好的呼吸 每天 还能够 好好的 起床 每天 还能够 好好的 是一个 安稳的 叫 每天 有健康的身体 不会生病 每天 有家 可以住 有家 可以回 就过了 真的 不需要 那么的 拼了 你们觉得 不是吗 我们 我们只要 有一个 健康的身体 是唯一的 是最重要的 才能够 好好的 享受人生 我们只要 每天 心 心多一点 善事 做多一点 好的事情 对我们 自己好 也对 别人好 就过了 你们说 你们说 不是吗 你们同意吗 好吧 今天的领悟 和分享 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 阿弥陀佛 好好的 好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